原本在昨天之前 我跟慧如哥都還認為 可能是4比0 就連金門都沒有 金門當然有金門的條件 民進黨根本沒有提人 但是國民黨分裂的情況下 陳氏中青會完全沒有頂紅利品 所以他沒有出現 所以光是金門沒有就不可能4比0 你三重跟新北至少贏一個 大家講說三重可能比較 雨天很強 台南 台南撒卡多 陳曉玉有分票出去了 再加上韓國瑜 他是三度的幫現隆界站台 鄭世維也兩次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韓國瑜直接跳下去的情況之下 其實已經跟韓國瑜本人 都做連結了 大家講說我昨天也跟大家講就是 韓國瑜其實也在考慮 要不要去新北 去鄭世維的場 最後第一個基於情義 他說他家裡的事情 他覺得他願意去挺他 第二個就是 他也把新北三重 當成自己的責任區了 而不只是朱立倫跟侯友宜 結果最後沒有贏 這兩個層次來看 第一個就是韓流是重傷了 韓流重傷 我稱幾個層次跟大家說 韓國瑜本人對於這個事情 等一下他就能開直播 我們看他怎麼講 我的看法是 韓國瑜在 對於要不要選總統這個議題 他一直都存在的很多的考慮 包含了不是他個人要不要而已 而是這個國家跟這個黨 需不需要他 特別講這個國家 不只是黨 因為很多製他的人 根本不是國民黨員 但是現在以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選舉的結果直接PK 他並沒有贏 雖然票數輸得很少 什麼意思 剛剛秀仁姐也講了 台南過去都是你說73 甚至有接近到82開的 也在麻豆這地方 這樣的情況之下 謝榮介再次輸3600 代表什麼意思 觀眾朋友 代表只要1800到1900的選民 今天他的選舉意象 我不是投給郭國瑜 我是投給謝榮介 直接翻就是謝榮介贏了 千九個千八個而已 就這麼少 不用很多 所以是結構的改變 82比73比你變得55波了 對 今天的這個狀況是 只要有1800個人 今天一整天在下午4點之前 他投下去的時候 不是投給郭國瑜 而是謝榮介 現在的當選人是謝榮介 而不是郭國瑜 追得這麼近跟過去的比 當然很近 所以很多人還在講說 這跟韓國瑜無關 就跟韓國瑜也沒有損傷 但我的看法是有傷的 為什麼 因為整個韓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韓國瑜到新北的三重 昨天我們晚上聲音厚容的開現場 一到就是大韓選總統 到台南也是選總統 所以韓國瑜支持者 是直接以韓國瑜選總統 這樣的方向 在做這個選舉的補選的 所以票也開出來了 其實也開不差 新北市的三重輸5000多票 對不對 三重輸5000多票 也一樣跟剛剛維漢講了 大概3000人以下改變投票意向 余天就沒有贏了 也算是一個結構上面的大改變 但是就是沒贏 關鍵的這兩三千票 新北跟台南 你就是沒有 你說是因為文旦事件 或者是說是黃光琴 光琴姐事件 大家覺得說可能 對於這些事情有所保留 韓粉不再那麼勇敢激起的 都不管 總之結果就是輸了 所以輸了這個結果 接下來我直接把 我們今天可能要討論這個方向 把我的看法跟大家報告 接下來 當然還會有很多的韓國瑜支持者 以及所謂的韓粉們 還是要韓國瑜選總統 可是我的看法跟判斷 韓國瑜本人對這個話題 跟對這個事情 他的看法就會比先前 更加趨於隱性跟低調了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已經出來做這個事情 做了以後 畢竟是沒有贏 我剛剛講了 這兩個區都很綠 已經追 就是比例上得票都已經 我看電視牆上面這個圖有沒有 已經都已經拉得非常近 之前高志鵬跟李乾隆 他是54比35 現在是49比48差 現在是多少 現在是 52比46 52比46 現在看起來是直接是上升的 大概有10%了 有非常大幅的一個調整 往上升 可是還是沒有贏 所以這種時候情況之下 韓國瑜他個人可能會再去考慮 是不是要去做 高雄目前可能也沒有 非常多人支持他做的事情 這對韓國瑜的韓流來講 會是一個損傷 所以我講說韓流是重傷的 不是韓國瑜個人傷 是整個國民黨跟整個韓流傷 另外一個命題是什麼 是賴神崛起 賴神再起 你說他會中斷他的政治生命 這件事情 結果他把自己救回來 我首先跟大家講 如果這兩個地方擋下來了 民進黨太需要一個勝利了 他得到勝利了 新北的三重跟台南的二選區 他擋下來了 賴神這一次直接跳下來選 郭國文基本上 都已經是他拿麥克風 但是至少我擋下來了 剛剛在賴清德在幫郭國文 出來一起卸票的時候 他麥克風才一拿起來而已 下方就化算總統 就直接讓他選總統了 所以現在大家喊的是賴神選總統 對 直接沒有 我剛剛6點34分的時候 當賴清德出來幫郭國文 跟大家說謝謝的時候 他麥克風才一拿起來 大家也看到酸中痛 酸中痛 你知道後來他沒有回答 等他要離開 記者當然要去問 他說今天是16號 表示民進黨還沒開始領表 明天領表是明天 所以他也留下了他去領表的空間嗎 我覺得後續會有很多的人 就是譬如像顧寬明 一向支持賴清德 所以所謂賴神會再起 那韓流是重傷 是今天的這個16號的一個注腳 你說為什麼韓國瑜沒有贏 畢竟最 至少韓國瑜在這次的當中 他展現他最大力量的情況之下 這兩個趨勢很綠的 大家想說如果是去其他區 像台北市大安 或是其他比較偏藍的區 當然會贏 可是王金平跟朱瑞倫就會講 我們來也能贏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試驗 這是一個試金石 接下來在幾個月以來 就是對於國民黨內的 這些提名等等 我也都跟大家報告我的看法 這些希望韓國瑜選的聲音 跟動作不會停 可是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韓國瑜他自己本人 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我相信他會偏向於 比較不可能出來選 韓國瑜你個人對這個結果意外嗎 因為這跟你昨天的預測 有滿大的落差 這個結果我剛剛跟大家講 因為那個票數3600跟5000 我剛剛講 其實他其實就是 就是在這個一個氛圍之間 我昨天會這樣子講 我當然覺得有可能四級都贏 但是顯然韓流的這個 大家跑去看韓國瑜這個熱情 沒有辦法失之換成是最後的選票 就是說韓流的韓粉 非常支持熱情 可是這兩個區畢竟比較綠 但是你不能講說這兩個區比較綠 所以韓國瑜就不算輸了 輸了就是輸了 這兩個區已經輸了 第二個點就是說 或許也激起了民進黨的危機意識 包含盧秀燕市長昨天講的 要讓韓國瑜選總統 因為他到台南也喊 他到新北也喊對不對 在新北喊的時候 我們昨天在深厚龍也有看到 當台下再喊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盧學院市長 他也很直接跟大家講就是 那要鄭世維能夠當選 韓國瑜才能選 謝榮介也是這種想法 就是我如果不動算 韓國瑜沒有要算 所以已經結合了 所以我才講韓流是這樣的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方面 他必須要在這個地方擋下來 他們不是擋下了 謝榮介跟鄭世維 擋下了韓國瑜 補選總統這件事 補選非常的順利 沒有任何的奧步 那是民主的勝利 當選的朋友很恭喜 落選像謝榮介 鄭世維這些落選的朋友 雖敗有榮 主持人我當然是用最卑微的心情 跟大家抱歉 我昨天的預測是錯誤的 但是我跟韓漢 看法不一樣的地方 我要做個說明 這個是今天的投票率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 台北市跟台中市 在1月27日的投票率 其實非常低 像台中都會區也才25% 扣掉金門的21%之外 你可以看到新北市跟台南 都突破4成 這個在之前的補選來講的話 這個投票率算高的 也就是說藍綠的大動員 到4成以上的投票率 這都算對補選來講是高的 那觀眾朋友 我們全國的立委113 那部分區有34席 原住民有6席 區域立委是73席 今天的補選是73分之4 所以我的看法是說 如果要從73個區域立委去推 只有4席的補選 去推全國的狀況 恐怕會有施政的部分 包括我剛剛講的投票率 因為我們去年的 9合1的投票率在66%左右 可是剛剛即便很高 也才40幾% 所以還是有落差 所以你認為投票率再提高的話 可能寒流就會過了 可能結果就會有不同 包括4分73 如果大家一起選的話 我們昨天在節目中 我也跟大家報告說 其實去參加晚會的人 去捧場的人 去看韓濱的人 很多人是沒有投票權的 所以我不認為應該這樣看 這個韋翰提到的那些得票率 我們剛剛主持人也提到 這個是黃偉哲 他在2016年 他是拿到70幾% 76% 對 這個是全國最高的得票率 得到最高票的是王定宇 得票率最高的是黃偉哲 那今天的這個開票結果 我說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我們看這個是三重的部分 這是顛蓋的部分 三重的這個差距 你看那時候差幾票 差3萬多票 今天的差距差幾千票 所以我認為 雖然習志上國民黨是輸的 可是那個基本盤 民進黨只能說是產勝或險勝 當然還是恭喜民進黨 我不會要 但是我跟韋翰的看法 不一樣的地方再說 這個韋翰剛剛說 對韓流 對韓國瑜來講 是重傷 我認為是輕傷 我認為是輕傷 還是有傷 還是有傷 但是沒有那麼嚴重 而且如果今天是大選的話 主持人我講如果今天是全國的 這個重大選的話 國民黨一定是國會的大多數 這個過半 因為你看這個 最綠的地方都選這樣的話 如果今天是立委投票的話 國民黨大勝 總統我不敢這樣講 我鼓勵韓市長 這是一首詩 其實後退原來是向前 從去年韓流崛起之後 韓國瑜是一路走這個順風旗 一路的很順 一路的人氣很旺 可是六根清淨方圍到後退 原來是向前 在這個路途上稍微的挫折 停下來盤整 想想 其實很好 我的結論 主持人我的結論是 立委補選不如預期 韓流稍微受挫 這也就是輕張 但是韓國瑜2020依然是領先的 下個禮拜會有其他的民調出來 在2021中 我的研判韓國瑜是領先 所以網路上網友的留言 其實我都會看 我剛剛第一段發言之後 看到很多人講說 沒有 我現在亂講 韓國瑜還是最強的 對 他就說韓國瑜是最強的 觀眾朋友 我剛剛論述的點 並沒有認為韓國瑜不強 韓國瑜還是現在國民黨最強的 但是問題是韓國瑜 他的這一個願意去幫同志的情意 跟他自己也要去試看 可不可以再勝利去撼動這事情 今天的證明是失敗了 所以剛剛慧永哥在講 我們就補充看這個點 如果陳曉鈺根本沒有脫黨的話 那謝榮介不會只有輸3000多 他會輸1萬4千多 他陳曉鈺拿到的選票 也要算郭國瑜的 所以又過半了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你在講說已經很不容易了 對 我也覺得很不容易 可是其實如果他沒有分裂的話 所以當然會傷到韓國瑜 以及韓國瑜參選的那個想法 為什麼 因為畢竟他已經是撒卡都的區了 而且韓國瑜他基於情意 觀眾朋友 一般的政治人物不會 我又不是黨主席 我也不是主發會主委 我又不是說競選團的總團長 我就是高雄市長 可是我一次 兩次 三次 二月先去一次 文三倍 然後再來青山宮 有沒有之後的這個 這個叫青龍宮是不是 就是台南的嘉里跟麻豆 他連續三次幫謝榮介 所以意象已經重疊了 去那邊看韓國瑜 去上台幫謝榮介跟陳曉鈺 也都是為了韓國瑜來的 所以當然會對於這個事情來講 會傷到韓國瑜 他去參選總統的這個想法 所有支持韓國瑜的意願不會停歇 而韓國瑜也會比王金平跟朱立倫 可能更能贏的2010 這次也沒有改變 可是重點在於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認為 我判斷 就是他對於這個事情的考慮 之前認為說他必須要出來扛這事情 他可能 等一下我們看他9點 怎麼樣直播的內容 你說他的主觀意願 會受到這個選舉結果的影響 倒不是客觀形勢 發生了什麼重大的變化 他的主觀意願其實是在於就是 我並不是我要來選 而是說這個黨跟國家需要我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我做好高雄市場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為我已經努力了 我也去做了 但是勝率選期是無法撼動 大家會講說 本來就是不會撼動 已經拉很近了 對 觀眾朋友去看這個整個局勢 韓流的這個勢是在的 韓國瑜的力量也是強的 可是這一次的選舉是輸的